第17题 直升机在海面上方100公尺处 用声纳向海中发出超声波 当此超声波由空气中进入海水中时的现象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声音的传播速度是 固体大于液体大于气体 所以当我们进入海水中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是会增加的 所以选项A说速度变慢是错的 我们晓得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传播 频率不会变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那同时呢 我们从空气进到水中 有一些能量会被吸收 所以呢正幅应该会减小 所以选项珠正幅变大也是错的 而我们知道公式叫做V等于F乘以Lambda 那我们的速度变大了 可是我们的频率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Lambda就要变大 也就是波长就要变长 所以选项C波长变长是对的 因此我们第17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波长变长 我们答案选了